民间故事 洞房叶 新娘突然变成男人身 新郎大喜 真是天赐良缘 大家好 这里是风牛爱世界 荆州刺史刘茂公 为官清正连结 从不肯在乡里小民身上搜刮钱才来中饱私囊 虽然生活清贫 但是胜在心无卦碍 可以在乡里小民身上搜刮钱才来中饱私囊 自得其乐而不为囊中无钱 而感到忧虑 刘茂公年过五十 膝下只有一个女儿 容茂清丽且天赐聪颖 取名叫清廉 那时候 没有儿子是一件不太光彩的事情 刘茂公本人也十分厌恶别人拿他没有儿子来说事 于是每当别人询问的时候 他总是说 家里也有不成器的儿子 现在还不想让他沾染官场的习气 让他留在老家休息学业 在刘茂公五十五岁生日这天 清廉才不过十岁 就自己学着做了一桌饭菜 举起酒杯向父亲祝寿 刘茂公看着聪明伶俐的女儿 忍不住悲从心来 流着泪说道 我自问一生为官轻正 从不为难黎民百姓 为什么眼前只有能描龙画凤的女儿 却没有一个能够继承我的一波的儿子呢 清廉知道父亲的心事 也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转身出去换上了一身男儿的装扮 回来对父母说道 天生女子也是一样的人 难不成我们女人天生就该追求簪花之粉吗 为了慰藉父母的心情 我从今以后愿意以男儿身世人 休息学业 继承父亲的志愿 刘茂公看着俊俏的女儿 不禁转背为喜 说道 从今以后 你就该这样慰藉我老人家的暮年了 以后你就改名叫做祭祖 因为刘茂公清廉 没有钱招揽太多的仆人 而且他本人又对家里的仆从丫鬟十分人厚 所以没有一个人 对外说出事情的真相 第二天 刘茂公难言喜色 带着祭祖去找自己的同僚炫耀 说 孩子不成大气 只知道留恋父母 特意从老家跑来这里跟我们团聚 我想应该让他来拜见诸公 还请你们不要因为他像貌丑陋而耻笑 刘茂公说吧 就让祭祖拜见诸位叔父 祭祖一拜和礼 落落大方 说话也十分得体 同僚们忍不住赞叹道 真是一个好儿郎 后生可畏啊 刘刺史有福了 刘茂公的心理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从那以后 祭祖就开始女工刺绣 开始学习史书和兵法 连击剑刺枪的武功也很精通 刘茂公更是时刻把他带到自己身边 传授给他各种治理百姓的知识 六年之后 刘茂公再任上去世了 祭祖挺身而出 带着母亲柳氏 扶着父亲的灵就回到了家乡 扶桑期满之后 按照惯例 祭祖被授予了县令的官职 这下子更没有办法恢复女儿身了 祭祖干脆绝了念想 将母亲接到县衙住下 在祭祖的属地之内 地势险峻 很多不愿意劳作的人揭竿造反 走进山林做起了强盗 四处抢夺百姓的财物 当地人苦不堪言 历任的县官没有一个能解决这件事儿的 祭祖到任之后 在政务上声望极高 执行立法十分严格 断案公正 如果有人胆敢用银子贿赂他 试图干扰司法的公正 祭祖就会先将他抓起来打三十大板 以警校游 有了几次先例之后 当地的恶霸豪强惧怕县令的威严 纷纷收敛了行迹 或者闭门不出 或者远走山林 不敢到处惹是生非 当强盗再次下山抢劫的时候 祭祖亲自率领公差击补 一路追击到劫匪的老巢 并且将非守国捉 只有三四个强盗 因为根牙已有勾结 得以逃脱 成了漏网之鱼 这天晚上 祭祖正在睡觉 忽然一柄利剑飞来 稳稳当当地扎在他的床头 祭祖从梦中惊醒 心里很清楚是道匪给他的下马威 但他并不畏惧 反而更加急切地追捕剩余的匪徒 抓到一个就亲自斩杀 这雷厉风行的作风吓坏了强盗 争先恐后地远走他乡 属地的百姓因此得以安居乐业 纷纷称赞他为青天在世 在办公之余 祭祖就在母亲跟前侍奉 年复一年 像没事人一样 人们都很奇怪 县令为什么不娶妻 祭祖解释道 我早已成亲了 糟糠之妻还在家中厮守 不敢辜负他 有人又劝道 大任处理公务这么辛苦 家里连个知冷知热的人也没有 何不那几房切实排遣寂寞 祭祖回道 我深受黄恩 心思应该放在为百姓谋福 为国家谋利上 怎么能沉迷于个人享乐呢 况且我喜欢安静 一个人也挺好 这样的事情以后不必再说了 就这样又过了几年 祭祖二十六了 始终还是截然一身 当地有一个不正使 曾与盗匪有所勾结 他们劫掠的财物有将近一半 都会孝敬给他 自从祭祖来了以后 将所有盗匪倾缴一空 断了他的财路 所谓断人财路 如杀人父母 不正使早就对祭祖怀恨在心 只是一时没有找到报复的机会 经过这几年的观察 他发现祭祖的脖子细腻光滑 没有猴结 嘴唇上光洁 也没有青色的胡茶 心里不禁怀疑起他的身份了 这天 不正使来到祭祖的属地公干 祭祖在县衙设宴为他接风洗尘 酒过三巡 菜过无味 不正使笑着问道 刘贤令年少有为 为什么要蹉跎青春年华 既不娶妻 也不纳妾 难道要打一辈子光棍吗 祭祖笑着点了点头 没有接话 因为酒喝得多的缘故 有些昏昏欲睡 不正使带来了一个义女 叫做之娘 姿容轻利 身材鸟挪 不正使指着她说 之娘是我的义女 一向仰慕你的为人 多次在我面前夸耀 我这次带她来 也是想替你们做个媒人 你一下如何啊 祭祖担心继续推辞下去 被她识破了身份 于是说道 大人玩笑了 我并非是不尽女色的人 实在是平日所见的都是雍之俗粉 难以当作配偶 既然大人亲自做媒 下官怎么敢拒绝呢 不正使哈哈大笑 说道 好好好 既然你也有这个心思 那我就替你们做这个主了 之娘虽然只是我的义女 但是我对她视如己出 加到你家之后 可不要让她受了委屈 祭祖躬身说道 大人的明珠肯下嫁于我 我感到荣幸还来不及呢 又怎么敢欺负另爱呢 就这样 两人当场就定下了婚期 到了洞房的时候 祭祖刻意在外面多留了一会儿 想熬过这一晚再想对策 哪知进洞房的时候 之娘还带着盖头 安安静静地坐在床上等着 祭祖有些无奈 没有说话 自己倒了一杯茶来醒酒 心里思考着该如何开口 半场没有动静 之娘倒是先忍不住了 一把扯下了盖头 跪在地上说道 大人赎罪 我实在是不能嫁给你做妻子 祭祖心中一喜 面上仍然装作不解的样子 问道 都到了洞房花烛的时候了 娘子怎么突然说这种话 之娘跪在地上说道 不瞒大人说 我其实是男儿之身 之所以男扮女装 实在是有不得已的理由 祭祖心中大惊 连忙询问缘由 之娘这才说起了自己的故事 原来 在祭祖继任之前 这里盗贼横行 四处劫掠 百姓们苦不堪言 穷得吃不起半 很多人开始卖儿卖女 而男孩和女孩的价格 有很大差别 如果是三岁以下的男孩 记忆模糊不清 可以卖给别人家做儿子 价格就要高一些 如果超过了三岁 一般就能记住自己的亲生父母 这种男孩不能当作亲儿子养 所以价格被压得很低 相比较来说 女孩的价格主要取决于长相 不论年纪大小 长得漂亮的价格就很高 那年之娘十二岁 长相十分标致 母亲又善于给她打扮 所以不知道的还以为 她是哪家的姑娘 每年村里举办庙会的时候 之娘还会被挑选出来 打扮成美女 站在船行的轿子里表演戏剧 眉艳的场景就像是 白云中飞出来的仙子一样 可惜有一次土匪下山抢劫 到了之娘家里的时候 只找到一袋糙米 之娘的母亲苦苦哀求说 糙米是一家人一个月的口粮 请求劫匪将她留下 劫匪怒火中烧 一怒之下杀了之娘的父母 当时之娘正在庙会里表演 等回到家的时候 看见父母都已经倒在了血泊之中 之娘心如刀脚 抱着父母的尸体痛哭流涕 将父母安葬之后 之娘茫然无措 不知道该去哪里 才能给父母报仇 而且眼下连生计都成了问题 思前想后 之娘决定卖身到官患之家 伺机得到官员的支持 以报仇血恨 于是她将自己装扮起来 化名而之娘 在头上插起草标 蹲坐在街头卖身 最终 之娘被前来挑选丫鬟的 不正使夫人看中 收在身边做了丫鬟 随着年岁的增长 之娘变得越来越漂亮 举手投足之间显露出魅态 连真正的女子也自叹不如 不正使贪慕之娘的美色 几次三番想要将她据为己有 幸好夫人泼辣 教训了她几次 让她不敢轻举妄动 又逼她收之娘做了一女 当作日后结交权贵的筹码 早先之娘本想要依靠 不正使的权力报仇 奈何最后发现 不正使与盗匪也有着勾结 她只能一边收集证据 一边等待机会 后来听说来了个姓刘的县令 刚正不恶 打击盗匪极为严厉 之娘欣喜若狂 几次三番在一母面前 表达对刘继组的仰慕 希望可以见她一面 为自己报仇 因为剿匪的缘故 不正使一开始十分厌恶刘继组 自然不许之娘见她 现在因为想要辨明刘继组的身份 所以才特意带了她来 还好心撮合两人的亲事 成亲之前就嘱咐之娘 如果发现刘继组是女儿身 就告她的欺君之罪 如果刘继组是男儿身 也要凭借美色拿捏住她 之娘跪在地上 将两本账册交给继组 说道 我不是有意要欺瞒大人 实在是没有办法才出此下策 这是不正使勾结盗匪的证据 求大人主持公道 只要能报仇 任凭大人怎么处置我 我也毫无怨言 刘继组听完之娘的话 恍然有一种荒诞的感觉 她拿起账本翻阅了一下 说道 你放心 这件事我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两人正说着话 门外突然响起了 嘟嘟嘟的敲门声 原来是母亲柳氏 担心女儿的情况 所以特意来询问 刘继组将她接到房中 又把之娘的事跟她说了一遍 柳氏点了点头说道 真是个好孩子 为了替父母报仇忍辱负重 难为你了 之娘跪在地上磕头说道 不为难 我为了自己的私利 欺瞒了大人和夫人 请大人和夫人责罚 柳氏看看之娘 又看看刘继组 突然笑道 好啊 真是天赐良缘啊 刘继组知道母亲在说什么 偶然间羞红了脸 哪还有雷厉风行的样子 之娘不明所以 柳氏接着说道 而啊 为了弥补你父亲的遗憾 这些年来苦了你了 如今这桩婚事 或许就是你父亲 明明之中成全你的 之娘低下头没有说话 之娘疑惑的看向两人 柳氏对她说道 实话告诉你吧 你是男扮女装 我儿是女扮男装 你们两个阴差阳错的 结合到了一起 这也许就是天意吧 之娘瞪大了双眼 刘氏也向他解释了其中的缘由 作主让他们结为真正的夫妻 两人自然都没有什么意见 当晚就圆了房 成亲之后 祭祖拿着不正史勾结强盗的证据 送到了知府大人手里 知府大人震怒 转而将事情上报给了朝廷 不认识被割除官职 一送有司等候发落 祭祖因为治下有方 被提拔去重要的地方任职 而他却主动辞官回乡 在他离开那天 当地的百姓自发集结起来 焚香祷告为他送行 离开任地之后 祭祖换回女装 改回自己的名字清莲 对母亲和之娘说道 我就像眷飞帝鸟儿一样要回归家园了 从今以后就让我侍奉母亲终老 只看相公功成名就了 柳氏笑容满面地点了点头 只娘改名为成祖 在清莲的监督之下 努力学习儒家经典和治理百姓的方法 后来有幸在科举考试中高中 做了造福一方的父母官 这是后话了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您的观看